又在淘寶 買東西玩 每個星期也花不少錢 不過這次就是一個挺有趣的音響 所以我自己還沒有開箱 讓大家看看 我不說這是什麼 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不算很重 輕輕的 最重要是很便宜 很划算 但是我未知效果 你未聽當然不知道 真的未刷 我沒理由自己這麼無聊 弄兩條泥龍 繩上去是最麻煩的 稍後給個快鏡 不用這麼慢拍攝 通常都是這些 垃圾包裝 這些是雙尾 這裡有兩個盒子 還有一條垃圾電線 放在旁邊 主角來了 不用拍我 拍下面最重要 又是膽機 這部是一部前級 是一部前級的 它聲稱是 仿這個 馬蘭士七 哇 這些是 這些鐵板 是用來 蓋鐵皮屋的 果然夠便宜 樣子都OK 兩邊是 木 兩邊木都沒有花 不噁心 是四個水人仔 畫仿馬蘭士七 這邊有一部 真的馬蘭士七 這邊有一部 真的馬蘭士七 看看可以多離譜 這部真的馬蘭士七 市價大概是四萬元港幣 這個究竟是四百元人民幣的假馬蘭士七 究竟差多遠呢 我稍後便會試一試 好了 打開了這個箱子 我還換了兩粒的 覺得比較漂亮 這個前級 是我發神經 走上淘寶 又找到東西的時候 找到的 四百 幾元人仔 四百 其實是四百元人仔 為什麼我要買呢 就是因為 上面這裡有一部馬七 117V的馬七 這部馬七快要送走它 所以我就要找一部前級剃它 你有沒有搞錯 找一部四個水的 剃部四萬元的 是啊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奇妙 而最吹脹一點的是 這部機聲音不差 因為我看過它裡面的線路 是非常工整 整齊 刮那個人或者刮那個文工 是很有心機刮的 完全沒有多餘的東西 然後回到出來的聲音 竟然是很正常 它有一支膽 6X5 只是這支膽都已經貴 6X5是GEC 然後三支 12AX7 其實最右手邊 我用了一支T7去代 總之它本身是3支12AX7 因為它是抄馬七 放大的部分 非風佬的部分 那麼 順便說一下 我現在用什麼機和什麼線 說了獨海浮沉 這幾集 開始星期四不斷推出的時候 都沒有更新我現在這支系統 上面這裡有副Yamaha CDGT2 下面這裡又有副Yamaha CDX10,000 我很喜歡Yamaha的CD機 尤其這兩部 其實是想找一部GT1 但GT1沒有什麼帥氣 現在暫時來說 平時會聽過CDX10,000 是100W的東西 後面所以要搏火牛 是100W 不是81W 大家記住 如果你100W 長期插著81W的火牛 是有可能 令到裡面的電子零件 包括電容 是會 超過負荷的 CD機 CDPlayer 我沒有用DECK的 直入 就進來前級 更加離譜的就是 那條線 就是CD機 進來前級的這條線 就是 Vendenhaw MC Silver Mark III 是1.5長的線 非常中性 但又濕潤 那一下 該死 不要問價錢 想知道就自己找 那由前級去後級的 就是這條 Audio Note 的Lexus 1 80 應該是80芯 Lexus 2 是96芯 是否讀Lexus 我也不知道 那 我是很喜歡這條線 這條線又便宜 又好聽 那我因為這條線 就去買了它後繼的 譬如 我買了一條 96 就是Lexus 2 我覺得不好聽 也買了一條 我也不知道怎麼讀 AXS IS 銀色 皮那條 都貴它幾倍 又覺得不好聽 就是這條 80 我覺得最好聽 Nexus 1 接著就去後級 後級又是土炮 不是土炮 是國產 吹什麼 我又在淘寶買 那 它裡面的線路 它聲稱是房 這個叫做Burr Master 當然 跟Burr Master 就相差很遠 大佬 尺寸也相差很遠 你抄鬼嗎 你尺寸也抄不足 怎樣捄 好像這個 這個不知道 這個它說抄馬七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很明顯 它那個 可能線路板的結構 是 但是很明顯 第一 電容又沒有它那麼多粒 又沒有它那麼大 又沒有它那麼大 是900元 對 我聽的機器 就是900元 人 加這裡 400元 人 上面的膽 我想加上 2000元 左右 大概 兩千多元 然後 後級 就搏一條線 藍色那條 就找Simon做的 三份Heaven 十五週年 白色的 但我加了藍色網 也挺帥 我覺得加藍色網 就 去這個XLR插的 十五噸 白肚瓷 的35A 另外 不算常用的 放在這裡 因為我喜歡玩膽 沒辦法 這個Annoying Orange 是不會出聲的 這個呢 就是 麗慈518 麗慈518 不細節 因為今天它不是主角 但是我喜歡它英俊 另外 大家都經常看到 我後面 有一塊屏風的東西 好像動起了棺材板 是不是因為重養 不是 這塊叫Manet Pen 是靜電喇叭 靜電喇叭 是要放到很開才聽 平時聽不到 一定要聽 就是將它移到旁邊的標示位 要標示到這麼闊 才能出現 所以平時放在這裡 只有一個英俊 這樣就不聽 好 暫時我的 Gear的更新 就是這麼多 今天 就是 很開心地 玩這個 四舊水人仔的前級 今集的推介碟 就是 咦 又拿回這隻 上集就說了 是 我要說一說我的經歷 就是我上集買這隻小碟 我在旺角女人街裡面 女人街裡面 有兩間 黏得很近的CD店 我其中一間買這隻碟 是買了99元的 那一天我就下去再看一些小碟 神推鬼擁 走到旁邊那間買 結果是69元的 我扭你那街 走一走 不見30元 我澄清一下 我扭你那街這一句 我不是罵那間 賣得貴的那間店 格價是消費者的責任 他賣99元一定有他的理由 香港大家知道有土地問題 第一 第二 你不可以這樣罵他 因為他可能有其他的商品 是便宜過旁邊那間店 他只不過這次賣了99元 而旁邊賣69元 格價是消費者的責任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 從而因為這麼便宜 我還買多一隻 這次就說這隻 這隻是張國榮的 張國榮裏面有兩首歌 我都是很喜歡的 在這兩首碟裏面 在這首碟裏面有兩首歌 我都很喜歡的 第一就是善女幽魂 善女幽魂 我就 一出來就知道 張國榮唱大會想起王祖賢的一首歌 第二就是煙之扣 煙之扣 本來是回演芳唱的 但我不知為什麼 我總是很喜歡張國榮的版本 難得這首碟裏面 他還要賣69元 所以我就馬上又買了回來 這首碟裏面是在日本裏裏面 音色來說我沒有什麼好比較 因為我沒有原裝的版本 我聽到覺得OK 那就算了 因為一般來說 我是不喜歡日版碟的 除了玉智浩義 我不喜歡日版碟 因為聲音太清晰了 它好像要小 把所有的細節全部推出來給你 我自己喜歡聽美版碟 甚至是歐版碟會多過聽日版碟 但這個我沒有選擇 我最少喜歡兩首歌 所以 大家可以玩69元 如果你看到是99元 你就去旁邊的兩間店 看看會不會賣69元